大家好,我是Jessica 今天我有幸请到我的好朋友Stanley Stanley她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 现在都在美国的这边的私立学校 所以她对美国这边的教育比较熟悉 大家好,我是Stanley 我的小孩应该是从小学五年级 来到美国的小学读书 她是一个从K到九年级的 一个技术式的一个学校,私立学校 为什么送孩子出国留学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经过国内的 传统教育中出来的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学习方式 可能更多的是有标准的题目 有标准的答案 有相应的解析的思路 那么这样的孩子出来以后 他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坚韧力 具有很强的解析能力 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和复制能力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我们可能是希望孩子的 在我们现在基础之上 能够做一些更加具有创造性的 因为我本人是学物理的 所以还懂得一点 当一个孩子 如果要真的想成为这种物理学家 或者是数学家 他一定要懂物理学史和数学史 这个是要有的 他要有这个底蕴 他就能知道每一次的进步 每一次的新的方案的解决 每一次的发现是怎么来的 总是打破前人的 他的思想的局限而出来的 当我们限于在刷题 做奥数题 实际上是进步了人的创新的思维 您觉得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在美国读书呢 每个家庭 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特点 一般而言呢 自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 来的可能家长会少操心一点 他会很自然的在美国的这种教育环境下 他就很好的能够成长起来 自愈性不够强的 这样的孩子呢 其实呢 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孩子 来到美国以后 也发展得很好 因为国外的 他本身的教育的多样性 对一个人的评价 他不是单纬度的 他是多纬度的 可能这样的孩子 他在国外也能发展得很好 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要付出更多的心绪 那这个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 您觉得有什么区别? 公立学校是不能接受 没有预卡的 这些或美国公民的孩子 一般上是除了访问学者 是可以借斗的 这个没问题 所以说作为国内 我们的家长 选择孩子只能选择私立 私立学校 第一个他的小班纸 老是对孩子的了解 远远超过公立学校 对孩子的了解 这样他给的资源 他给的这个相应的教学的 这深度和配对性会更好 同时呢 他还有更加丰富的这种 一些科学活动 体育方面的 音乐方面的 会有更多的支持 所以就说他们会更加的因材实角 对 然后也给他们更多的选择 他们的发展的多样性也会更多一些 对对 他们基本上每个学期 他们一年分三个学期 每个学期都会让孩子呢 选择一门去学 但是基本上都是浅尝而止 OK 对他会介绍更多种的乐器 更多种的运动 然后自己再慢慢慢慢看来 发展出自己的情绪 对对对 那是非常好 最早的印象还是在加州 后来呢 因为我的一个朋友是在波士顿当教授 知道波士顿是美国各个州里面对教育图是最大的 感觉在东部的学校啊 它更加是强调人文 它的历史的沉淀相应的也比较厚重 所以它在 现在科学上面也是在积极的在吸取 在西部这边呢更大强调个体 更加的强调自由 更加强调竞争 更加强调的是现代科技 那么做上我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人文点的东西 所以我是把孩子最后的决定还是送到这个波士顿这儿来 也是如愿地得他想得到这个学校 在语言上问题倒不是特别大 就是从日常的交流应用在国里已经做了很好的储备了 它应该是出国之前三点我们就在做准备 所以说它的听说简单的都没有问题 词汇量呢应该大概接近五千 通过突击完了以后 但是呢来这边上学以后呢也是面临一个问题 刚开始也是听不太懂 因为好像两边学的语言好像是不是一种语言啊 好像有这么感觉 但是基本上过一两个月以后就OK了 就是日常的这种听和说 一般的这种交流问题都不大了 但是真正的要能够做 拿英语作为类似魔语的这种思考 这个基本上到第四年 它才感觉到 感觉到已经是比较自如的运用这么一语言 做这种深层次的这种探讨 高中基本上是六万美金到八万美金的学费 有五万多的极少 像埃克塞特拉 古罗腾 也接近六万 大概五万二 五万五 五万七的样子 这是学费加上住宿费 基本上是这么的情况 当然孩子还要有他的相应的一些爱好 这个投入大概每年应该要有一万美金左右 加上捐赠 所以说基本上八到十万